好 我们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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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仪既教冠刚中和所 各位毕丘 各位撒米 各位居士 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继续来就这个 其实诸解就在上证文了 而且比证文上的更多 讲到说 试地里头的苦疾 灭道 那么讲到灭地 灭地的话呢 这个 试教于中 不是试教于 就是法界赤地 有这么样子的这么一段话 他说灭地 灭与灭无为意 灭掉 让它无 不是空 空是空性 这也是灭无 灭无为意 让它消失了 无就是消失 灭而消失之 这个为它的意义 那么呢 结业寂静 则无生死之患累 之前有讲到 故名为灭 若发剑丝无漏的真名 什么叫剑丝无漏啊 能够断剑货 断丝货的无漏真字 明者至也 无漏真字 那么呢 聚三十四心 断结者 则三戒九十八十 皆灭 那么这一段文呢 这一段文呢 就在讲说 如果你起了 能够断贱货跟施货的 真字 也就是所谓的真谛之质 我们如果讲三谛的话 这真谛 俗谛 中谛 那就叫做真谛 真主要是指 正得空性 名为真 那为什么他给他一个真的名呢 就是对于凡夫的 什么呢 虚假 违假 就是假 或者是颠倒见 因为不颠倒 名为真 那么呢 如果你起了见货 能断见货 施货的 真谛之质 明者至也 那么真谛之质 就真明 无漏的真明 什么是无漏呢 就是不与 我执相应 不与生死相应 名为无漏 那么 这个可以说是泛泛地说 往下说的一个三十四心断结 那么会比较 比较令人 就不能就这样眼睛逛过去 如果说这只是讲说 什么样的智慧来断 见货 那么就这样带过而已 但确实这里头有一个 以三十四心来断结 这个观念 那么等一下我们要讲 这三十四心怎么算的 是什么是三十四心 但我们先说明它的意义 以三十四心断结 结就是死 就是烦恼结 能结为生死 结 结浮于生死流中 心有千千结 就是结 就是忧恼 恐惧 难以自在 名为结 这三界九十八十 九十八十我们之前刚刚讲完 对吧 这个是通通以死为单位的时候 这个 建货有八十八十 私货 其实是失货的内容 内容 就内容 总类说 欲戒 贪嗔痴 慢 意义已经没有了 死死当中贪嗔痴 慢 那 色戒 无色戒 贪 痴 慢 无色戒 贪 痴 慢 如果说如果要讲色戒跟无色戒的三读 它不是贪嗔痴 它是贪痴慢 三读 所以在某些经上 真的就这样讲 就讲说贪痴慢 一般我们都说 那个慢就等于痴 当然慢就等于痴 其实贪痴慢 对色戒无色戒 就是贪痴慢 它慢不等于痴 理论上它不起痴 它自在 它在禅定中不会起痴 那大善经典 有时候把三读说成贪痴慢 是这样 这点给大家有概念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色戒无色戒 没有痴 但是它有贪痴慢 好 那么这样子就是 又有死死 合起来八十八十 我们之前讲过了 对吧 好 之前讲过了 那自然这样懂这个意思了 那我们就来看了 那什么是 什么是三十四心 三十四心呢 我想三十四心断结 三十四心断结 这个是特别在指的臣佛 臣的臣佛 那么我们 所以说 只有菩萨行 你要藏教有三种 还是有三行 所谓的 身文原觉菩萨 那菩萨是修佛 就藏教佛的因 所以说 阿罗汉到底跟佛 一不一样呢 我知道我们有法师 他护持大乘 他有一个逻辑是这样讲的 他有一种逻辑是这样讲的 他说 我就问小圣人 到底阿罗汉跟佛一不一样 敢不敢说跟佛一不一样 那小圣人一定不敢 小圣经上 也说不敢 所以嘛 一定是有大乘的嘛 因为阿罗汉就跟佛不一样嘛 那我们今天是修行成佛啊 那你 身文只是让你修阿罗汉而已啊 这种说法 泛泛的听可以啊 就泛泛的可以这样子说啦 如果得意望言 得他的意思望那个言 语言上面的瑕疵 说明的瑕疵的话 可以啦 但我偷偷告诉你 这个说法呢 要是被内行人听啊 他还是可以反驳你 怎么说呢 佛当然跟阿罗汉不一样 可是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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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文中所认知的佛呢 还不是你们大乘说的那种佛 是因为有根性 有菩萨根性 他修的教法呢 仍然是阿罗汉的教法 也是一样啊 也是修真空教法 也就是所谓的 发见思 无露真名而已 他并没有修三地 这也是呢 我当年还年轻的时候听经 那有一些长老在讲大乘经典的时候 他也是采取这种态度 那这种态度 坦白讲 会造成大乘修法的混淆 因为如果说佛的修行 我们嘴巴大乘的佛的修行呢 居然就是你所理解的 生文法的修行 那么太多的中国佛教也好 藏传也好 或者我们在大乘经典所看到的 颂词经典等等这一类的修行 你几乎都不被认知为修行 你要知道 所以曾经在台湾 有这么一阵子这种风气 那阵风气就形成了什么性格 形成了很多台湾的出家人 往南洋一带 去找那个所谓的南传禅师 去修 他说大乘已经那个了 已经这个就是 那些都是汉传佛教的 什么儒家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隐身的 那个不是 那文化 佛教文化 汉人的文化所出来的 所衍生出来 那根本不是佛教 到现在还有一些声音在那里 流传着或者被写成文字 在那流传着 所以诸位 要反驳声闻人 可以 那么如果用我刚刚这种 类似的反驳法的话 有时候在逻辑上 好像也说得过 不太懂的人 一般没懂得那么多的人 他也会 不要说被你唬 他觉得也对 是啊 阿罗汉称佛 他也不敢自称他是佛 声闻法当中确实也是 罗汉是罗汉 佛是佛 那这样的话可见 罗汉跟佛是不一样 而因为不一样 所以有佛 那我们大乘讲成佛 换句话说 那你也承认有佛 佛也跟阿罗汉不一样 换句话说 大乘跟声闻法不一样 这个逻辑大家听得懂吗 是这样子 那这个说法 有瑕疵 下面看就看出来了 有瑕疵 其实在声闻人的教法 发展到据舍论的时候 他已经发展到很深了 他也看出来 纯声闻法当中 也自己看出来 阿罗汉跟佛不一样 他也看出来了 然后他就有一套说法 他说 我的声闻法当中 有特别修成佛的法 是阿罗汉没修 是佛才修的 那这个修法呢 理论上说 我告诉诸位 还是藏教的修法 也就是所谓的 阿罕经里头的说法 一样 所以如果当他建立这个教法 建立这个观念之后 你再用说 你们声闻人 承不承认有佛 阿罗汉跟佛一不一样 他也跟你承认说不一样 然后你就跟他指涉说 你就跟他讲说 所以不一样 因为我们大乘也讲承佛 你们声闻人 只有阿罗汉没有佛 所以说 你们要相信有大乘法 因为有佛 那大乘是承佛的 小乘是承阿罗汉的 他就跟你讲说 错 我们小乘里头也有所谓承佛 我们的那个承佛才是真承佛 你们那个大乘的是非佛说的承佛 可能这样讲 所以说小乘一直 声闻乘一直发展到 据舍来的时候 这个已经他总结 他不是没看到这个事情 他们有一套说法 这套说法是怎样 坦白讲 我还没有看到汉传佛教 能说这么清楚 就是说在汉传的大乘 他把这个事情先说清楚了 所以他就不怕 你懂吗 他就不怕 他只有在天台 天台他把他说清楚 要读出这个道理来 近百年来 汉传佛教一直面对的 上传 南传的挑战 真的是挑战 以前他是天朝之国 他文化在往外输出 汉传佛教说了算数 那经过你文化革命 乃至于台湾天安 那这些你整个佛教的基底 已经不是那么强大 出家里没那么多 教理营救也没那么兴盛的时候 很多出家甚至跑到欧美 日本去学 那回来就混淆了 所以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有时候说不清楚 现在我要先告诉你 要知己知彼 他们怎么说小乘也有成佛 小乘也有成佛 小乘不是都阿罗汉不义吗 没有 他们有不同 这个在我好早以前 两年前的我们的天台和说 其实我说过 但当时就是讲这个结论而已 我没把它解读到说 对于大小乘之真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我还没有解释这样 现在我进一步这样告诉你 所以说真的是很有意义 我当年要 我从讲三四年前讲 开始讲天台和说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个打算 我说这就是大乘佛法的 所有基础要把它打过去 从今而后我就 一路往天台中去讲 让我活得好一点 让我活好一点 我就能开始一路讲 但这个基础要先打稳 基础要打稳 所以大家要耐着性子去读它 往下就要讲这个事 我们来看看 诸解上中什么说 三藏教的菩萨 福祸润身 三藏教有三种人修 这里头天台就标具了 一个事实 三藏教人家确实有修菩萨型的 而菩萨的果位就是佛 换句话说 三藏教里头有成佛的 他们有 那这谁呢 就是三藏教 三藏教有三种修人 三藏教里头有三类人修 对不起 这个三跟三 后面那个三是完全没无关的 三藏教是指的经律论 这叫三藏 三藏比丘 他指的是指修藏教菩萨 藏教的教法 也就是只修空观的人 只修空观的人有发三种心 或者三种根性 第一种根性 罗汉根性 但求治疗 第二种根性 圆觉根性 或叫独觉根性都可以 这两类人 圆觉在有佛出世 独觉在无佛出世的时候 他自己观十二因缘 他就把四圣地再广观十二因缘 能够从西空观进入到体空观 那么第三类人根气更立 那叫什么呢 那叫做菩萨根气 注意哦 所以菩萨根气 不是只有大乘才有哦 升文乘一样有哦 所以这样就能够对应什么 对应当年的太虚大师说的话 当年太虚大师 他那句话 在民国初年说 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在还在世俗读书的时候 还没出家 读到他这句话的时候 有点不服 有点难过 有点震撼 所谓不服就是说 我站在汉传佛教立场 他老人家这么说 有点伤害我对汉传佛教的感情 透过今天中国大陆常常说的说法 伤害了我对汉传佛教的感情 怎么说呢 他这样说 他说 他去南传一带弘扬佛法 他太有名了 当年的蒋介石政府很支持他 所以他去宣位侨胞 你不要讲说什么有政治目的 没有 也就是说他因为 好像他也是宁波人的样子 那蒋介石也是 好像是这样 我们不谈了 就是说他把什么姻缘 他会代表当年的国民政府 到南洋一带 然后他就去看了人家南洋一带的出家人 哎呀 也建寺院 在道场中也红法 然后深入民间 帮泰国的 泰国毒品泛滥 他也建了很多的那种戒毒的 做了很多社会事业 反光当年的中国 因为当年日本外侵 二二八事件 那个不知道 我没有办法说错了 是吗 九二八 是吧 鲁沟桥事件 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之前又有一个什么 又有什么样子 反正就是七七事变之前 那么其实东北都已经很不安 国家动荡 然后在那个灭清了之后 灭掉清朝之后 其实一直是军阀割据的 军阀割据缺了一个中央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军权 有的话就是袁世凯称总统 也是憋憋散散的 后来也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说理论上说还是一个基本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政权 中央政权 那两岸解读不同 我们解读说那个是蒋介石的政权 不过对岸我最近去看了他连续剧 他是把它诠释为说 蒋介石不好好的跟日本对抗 想要跟日本妥协 只有毛泽东先生 永瀚的领导伟大的中国人民 对日本抗争这样 那我们的土法当然不是这样 到底怎么样 我才不管那有政治 那有历史学家去解读 当然最终还是有个真理的 那我不谈 那我就说 就在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是不安 那不安造成了什么 很多出家人的三门自闭 三门是自闭的 那么太虚大师这么左右一看 人家南洋一带成平之事 出家人弘扬佛法于人间 那么到了这个民国以来 从清末一直到民国以来 从外国的侵入中国 乃至于最后推翻满清 军阀割据等等 这些都使得很多的大道场 净若寒惨 还是不理外界 关起三门来 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 甚至于国民党政府里头 居然还有人要以妙产来新学 大概如果说 如果说这公开可以讲 共产党对佛教做了一件大功德 功德要刮胡引号 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那破坏的真的很严重 那在之前国民党小小的做了一点点 那就是做了妙产新学这个事 那不过他这个妙产新学是文的来 那么后来的文化革命是武的来 那全毁 那当然你挡不住 那国民党比较文周周一点 他文的来 他要用嘴巴跟你讲一讲 你弄一套道理 哪里的妙产来新学 为什么 整个国家这样子 你都关了三门 有那么大的田产 大家心里不平衡 你要知道 真的 心里不平衡 所以佛教 作为一个流传人间的宗教 的佛教来说 真的不能不呼应社会的改变 要小心 作为一个出家人 一定要意识到这个事实 你不能永远关了三门 不听不看 不管 你不管 现在你不管别人 将来人家就不管你 政治人物他就会定一套法律 来最后制裁你 最后来要求你 你要不是去了解法律的话 就这样 那个时候民国初年就表现这样 这个时候太虚大师也奔走南北 连虚云老和尚 运光大师 这传统派的都紧张 所以当年是真的是忧心 内外肩破 所以太虚大师就产生了改革想法 这改革方法一方面呼应社会的需要 但另外一方面传统保守派并不欣赏 一方面是因为太虚大师的操作动作大了一点 没有经过仔细的沟通 再来就是说 那些方法很难客观的就被证明一定有效 或者那么迫切 那么迫切 然而他提出来 而且这一提出来 直接冲撞着传统佛教的管理方式跟管理阶层 你要知道佛教不是一个企业 他不是说改就改 佛教是一个修道事业 修道志业 他有与他内在的那种道德呼应 招感的关系 这个不是说 这样错 那样好 社会上这样好 我马上就能移植的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所以他自己制成失败 那么这当中有这么一段话 他去南洋一带回来了 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在我读书的时候看到 我说过 真的是有一点打击到我 伤害了我对汉传佛教深刻的感情 是什么呢 那段话大家要不要听一听 一定要听 一定要面对的 这势必要面对的 这句话 他说 中国佛教号称大乘 其实过着 我讲的是 我讲的是类似的意思 不是原文 他是这个意思 他说 中国佛教号称大乘所做的都是小乘 人家小乘佛教 被说为是小乘 其实人家做的是大乘 这个话严重了 大小乘是佛法的根本见的问题 那他可以这样一句话就这样讲吗 我那个时候小小的心灵当中 被震撼到了 也被伤害到了 然后也有一点不服 也有一点不服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怎么回事 他看的事情 我当然想象得到 我不能够说深刻体会 但我当然想象得到 因为就在台湾也一样有所谓的 三灵派的修行 比较三灵一点的 普遍在一些比较苛求的居士眼中 叫做有道德有戒律的道场 他就比较三灵派 不食人间烟火 大众为我辞戒 供着我去辞戒 供着我修行 他比较有那种神秘修行 清净不染的那种高风 高风亮节之相 那有另外一种就比较民间性的 人间佛教式的 台湾也一样有 所以那个时代 三十年前期 台湾也已经这个系 这个风气已经各有这个样貌 经过三十年的社会的发展之后 台湾目前为止是怎么样 这两大系统基本上很和和 也没有什么对抗 而且都互相在交流着 有一些道场它很人间化 可是他们有姻缘也会讲说 禅尽双修 坐禅念佛 人家也会举办这个 那比较三灵的也会有时候 也会到什么国小 什么礼堂 什么大会 去什么念佛 带领念佛 回向国泰民安 偶尔也会 本质上不一样 但是这两者他们会互相交流作为 我觉得这是台湾可喜之相 这两类大阵营 这两大阵营的性格 都可以出大德 不是不可以 不过 徐大师这么一讲 那个在那个局 还属于戒严 戒严时期的我 那个受的传统佛教的感受 我感觉倒是有点 真的这样吗 他看的是表面吧 那理由是什么 那我如果觉得有点不服 我不是对长老 我不是对徐大师不尊重 我说我无碍无师 无各爱真理 我觉得我有点不服 我觉得汉传佛教有那么糟吗 那一定是后人所造成的 那到底理由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 也可以一并 像这种道理也一并解决了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就不必认为 就不应该认为 藏传佛教 也就是南传人所修的那个教法 没有菩萨恨 本来就不是这样 换句话说 你不能够因为 他有做了所谓他们的菩萨恨 而来认知他教大乘 也不是 这就根本解决了我当时的疑惑 我当时注重的是什么 你别忘了 我是读物理的 我比较在乎的是原则 我比较在乎的是原则 也就是大乘跟小乘 根本修行的理论基础 这到底有没有不同 如果给你这么一讲的话 大乘像小乘 小乘像大乘 那是不是他们基础是一样的 才会基于后人 人的作为不同 变成这样 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那是不是中国继承的大乘 有了问题 不然怎么给你说成了这样 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 我们从下面这段话来 先看一下 他说 我这种疑问是被挑出来了 可是我这个疑问所需要的答案 早在智者大师时代 就已经预先给在那里了 古人早就给答案了 就这句话 三藏教菩萨是福祸认身 他的修法是福祸认身 不断祸 他福祸你知道吧 福祸是为了干什么 为了认身 真是太特别了 这句话 这句话出在汉传佛教的大师里头 可以说 旷古要经 旷古 旷古是指 古来 多少印度的大德 西域的大德 没有用这四句话来概括 概括所谓的菩萨行 深文称的菩萨行 跟大称的菩萨行 基本上都有这个意义 只是手法不同而已 四个字 实在太了不起了 诸位啊 智者大师出世人间一千五百年 我在这个时候把他读出来 不是我赢过古人 不是 古人当年没有这种刺激 历代的天台中大德 没有遇到时代这么大的刺激 历代以来 中国佛教永远 几乎就 他在接受的过程 五百年当中 从西汉末年 西元前二年 这大概的日子 大概的时间 西元前二年 一直到 民国初年 我告诉诸位 中国人写字都没改变 用毛笔 用毛笔 西方进来 科技进来之前 这几十 这千多年来 这两近两千年来 应该说一千九百年来 中国人的交通工具也没变 用马 但是 从那一百年 从那个时候 民国初年到现在 还不满一百年 全世界 同样用键盘写字 用飞机在飞 用高铁在跑 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变化 是一千两千年 祖师累积下来的变化 都还没有我们面对的 时代变化大 诸位啊 所以我们重新来解读 天台大师 他看到了大乘法的意涵 来今天重新看到 他的价值的时候 你拥有了太多的刺激跟机会 你会重新解读到 完全一样的天台教法 背后所蕴藏的更深的道理 为什么 大疑大悟啊 小疑小悟啊 不疑就不悟啊 疑就是指被挑战 时代的改变 你看到不同的问题 产生不同的疑问 你才有机会 从天台的旧教理当中 看到新代 新概念 这就是我说的 在继承当中 有所创发 继承 不是一样 一模一样地把它吞下来 有所创发 基于时代的不同 读出继有 继承内涵里头的新内容 新内容 所以这四个字 福祸认身 大乘也是福祸认身 什么叫福祸认身呢 这里讲的福祸认身 有两类人 那主要指的 目前指的是 三藏教的菩萨 在福祸认身 那大乘 本来就福祸认身 大乘不断祸的 因为大乘目的行菩萨道 非得润身不可 什么叫润身呢 异于所欲 草木 三草二木 皆蒙其润 这叫做润 三草二木 上中下草 还有大树小树 对不对 这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是 这个三种草 就是三秤人 这个藏教人的 这个藏教人的菩萨原觉 菩萨原觉罗汉 叫做三草 它都叫草 那大树小树呢 大树小树是指什么呢 是指的别教菩萨 别教 还有这个别教菩萨跟原教菩萨 或别教以下的菩萨也可以 主要是指别教菩萨 大树小树 它已经是树了 已经不再是草了 那大树是什么呢 大树就是那个 大乘的原教大乘 佛之与润下下来之后 三草二木 皆蒙其润 润是什么意思 滋润 什么意思 导引 开发 开发内在的智慧 我们就是要润身 什么是润身 就是利益众身 利益众身 你要利益他什么 教他吃饭也是润身 教他读书也是利益他 教他修行也是利益他 教他修行 教他身文法的修行 还是大乘法的修行 是不是也是利益他 对不对 所以不同根气 我给你不同的教法 一语所欲 一语是什么 无二亦无三 唯有一乘法 叫做一语 一种语 一种语 一种语降下来之后 不同根气各蒙其润 你小草得小草的利益 大树得大树的利益 大树得雨 跟小草得的雨 一样的雨 也就是说 佛以因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各得蒙润 这叫润身 我们不也这样 对不对 我们不也这样子 我在台湾讲解佛法 到大陆去讲解佛法 我到陈大讲 台大讲 跟到北大讲 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根气不同 你讲不一样 那根本上就是一语 一种大圣法 语 我是大圣人 讲语 好 那我们就了解了 那么 福或 注意 或没有断或 是福或 你知道什么原因 为什么是福或 为什么不断或 福有两个意思 依着 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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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由这个或 借 凭借 第一种意思 第二种意思 有保持者 的意思 或者我们把它讲 更复杂一点 适当的控制者 也可以这样讲 不过 这种讲法比较不像 保持者 比较OK 保持者 依凭着 或 然后才能润身 什么意思 请问 我如果现在在极乐世界 那我会坐在万佛寺 跟你们讲经 不会 我如果现在是一个 圣人 你看待我 会不会跟我讲 你的什么煮菜煮不好的烦恼 你那个脚痛的烦恼 大概也会 大概你来求我 我给你个神通 左边抹一抹 右边擦一擦 你能不能让我好 大概是这样而已 因为我离你太远 我如果现在在极乐世界 我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讲经 说法 也就是我跟你基本差不多 懂吗 都是同为天涯 沦落人 那我们才会在这里再见面 那在再见面才有机会 我多长你两岁 我讲解佛法给大家参考 大家听 所以我要迷惑 我就没有办法接近众生了 你懂吗 但我又充满了疑惑 那我跟你众生一模一样 也不行 所以要既有惑 又不能断尽 但是不断尽 但又不能迷惑到像凡夫一样 这样子 你就跟一般人一样 谁干嘛听你的 你自己都烦烦恼恼 叫法不清 行为不净 那么信心不坚固 那我听你讲佛法 我自己死掉 也不行 所以这叫忠道 也不断尽 也不凡夫 我扶着那个祸 经上有点这个意思 他说就像船要卯一样 众生船要停留在大海当中 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那个海港可以靠的时候 他要靠什么东西停住 他靠那个锚 那个锚 锚有没有 一个大勾勾有没有 然后在船头上面往下降 都是那个大 很出很出的那个钢链 往下降降到海底下去 去抠住那个海中的那个岩石 然后那个浪来了 他才不会东飘西飘 他才会停在那里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菩萨 他在生死流中 他既不能靠在生死的此岸 生死边 烦恼边 我就跟怀父一样 我就跟怀父一样了 你投胎我也糊里糊涂投胎 生烦恼我也糊里糊涂跟你生烦恼 师父也跟你嫉妒 那徒弟也跟师父 那个吵架 那这个师徒恩义 师徒之法荡然无存 这怎么修行 这叫生死边 不可以 但我也不能在捏盘边 你懂吗 我都在捏盘了 你们这一群人都在生死海里 我上船 我上岸了 拜拜 以后再见 那什么时候以后再见 等你们开悟了再来见我 我都已经上开悟的岸了 所以我哪会 还会回到生死流中啊 不会的啊 阿罗汉怎么会回到生死流 不会啊 原觉菩萨 原觉会不会啊 不会啊 我都上岸了 在捏盘边 这也不行 怎么办 所以你如果不度众生 就上捏盘岸 如果你要做凡夫 那你就生死岸 这两端都不对 干嘛 如果你要做菩萨 既不能在生死边 也不能在涅槃边 那怎么办 在生死海流之中 中央 这叫中道意 这也是中道的一种意涵 那怎么办 你这条船 左边不靠 右边不靠 岸两岸都不靠 那你要靠哪 靠那颗毛 靠那个毛 下去 什么毛啊 你留下疑惑 你留下轮回的祸 那个是低阶的祸 那个是能够扶住的祸 有的人男女像一见 不要 有的男女像一见 他回家晚上睡觉就做噩梦 乃至于做颠倒梦 男女爱染梦 所以他连去三下买个菜 回来都挂掉 我以前住联姻寺的时候 有个居室 当然他年纪大了 不是现在住的 种种烦恼 然后他就问我说 年轻人 我看你读书 师父叫你讲佛法 你讲得头头是道 你们这个学校男男女女 你不会有问题 我现在被他一问 我说什么问题 我下山 师父叫我下山去买菜 我一回来 我就虚类类 我就虚类类了 我就想男女了 我说这么严重 那我教你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 他年纪 那个时候已经四十了 你知道吗 他四十 我那个二十多岁 出头小伙子 我还去教他什么方法 这样说 我去做看看 你看这样的人 你怎么叫他叫人间 恐怕很难 对吧 所以说也不能够太投入人间 也不能完全离开人间 要看个人修道姻缘 意志 发愿 种种分 但是你要做菩萨 非得离生死边 也得离涅槃边 那还在生死流中 你才会度得到众生 如果你在涅槃案 你度不到众生了 大家都上涅槃案了 你是罗汉 我也是罗汉 那谁度谁 对不对 所以你要润身 非得在生死流中 什么在生死流 还会在轮回中 还在人间投胎中 是谁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在古德的传记里头看了 那明明就是菩萨 还在人间 但他怎么能来人间 罗汉不来人间呢 那你说 你说三国罗汉 不来 直接升到天上 就不来了 剩下二国 一往返 来人间一次 出国 七往返 终究还是离开人间 那众生 要度 你七次来人间 你度得了 七次都度不了了 你来一次 你度得了 你都不来了 你根本没得度 所以你做罗汉的 根本不可能论圣 圆绝也是如此 只有那个 修生文法中 而发菩萨心的人 这种小秤人 为什么叫小秤 修的是生文法 但他发的是菩萨心 这叫做 藏教菩萨 他得要保留什么 他得要保留 祸 那个祸 不是他不断 他不想断尽 他把他扶着 扶着他 好让他重新降入到生死流中 但是他也不让他跑向生死边 跟凡夫一样 又不去修断他到涅槃边 让这条法船 两岸不着 一直在生死流中 度众神 你看多了不起 光这样听 眼泪都快流下来 这还是藏教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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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这个方法 师父为我们众生受苦 师父为我们众生献凡夫相 骂我们 师父为我们众生在人间奔波 我们居然还用一个修行的心说 你看我师父 你看他最耗名利了 你看看 一天到晚在人间跑 都不在山里叫我们修行 都不在山里跟我们静坐 贪名利 那叫你师父 他在自己静修的时候 你也没看到 他现在需要利益众生了 他做那个样子 就像有祸的样子 是啊 是有祸 他也会骂人 他气起来也会 气到血压身高 但这就是他在俘获的过程 他是俘获而已 他并没有在生死边 当然他也没在捏盘边 那你都用一种 所谓的阿罗汉修行的方法 来看待师父 所以徒弟标准好高 我师父根本没修行 他就这样的想法就出来了 贪名贪利你看看 开悟了之后 什么众生都能度 干嘛要这样 他就想成这样 他想到说上岸了之后 什么众生都能度 我告诉你 你做成不沾锅 你无法度众生了 这就是俘获认生的道理 是这样 当然这不能够说是凡夫相的 那这样的话我去贪去爱 这样叫做度众生 当然不是 就是说这是一个两边不着的人 他终究还是有修的相貌 往下就是要告诉你 三十四心断结 就在讲这个 他是能修的 但他修法赤地都跟阿罗汉 身文人不同 很特别 我们泛泛的回忆一下 阿罗汉怎么修 阿罗汉先断贱货 马上正出国 然后失货慢慢断 一路一直断 极品极品的断 之后断到最后 把失货全断完 正阿罗汉 他的修法是这样 结果 菩萨不是这样修的 他见货通通不断 通通把他扶住而已 从头就不断 所以他连出国都不断境 都不正 他只有要最后 视现成佛的时候 以三十四心 一下子顿断 见货跟失货的部分 失货的七十二品 把它断完完 见货的所有见货 在坐上菩提树的时候 才断境 什么意思 他准备要去成佛之前 他得来人间 如果他在之前就断光光 他根本不来人间 所以 释迦佛为什么会娶三个太太 因为见货也不断 私货也没断境 他保留这些 所以他视现成 那个染碍像 这不是阿罗汉人懂的 也不是身闻人知道的修行秘密 不是这样 他上了菩提座之后 入世禅 才一路断境 在这之前 他就是视现一个类外道的样貌 当然也不是外道 就是说像外道修行人那样子的 见货也未断 失货也未断 所以完全跟阿罗汉不同 阿罗汉他一定去证出国 断尽 断尽 建货 证出国 结果他连建货都不断 为什么 他建货要不断 他才能够去跟外道学 他建货要断 外道怎么作为 他马上就看出来了 他干嘛 他怎么会有六师外道的师父呢 对不对 不会的 所以是俘获认生 那如果他一下就自己自证了 那以后的人就没办法跟他学习 学乏了 为什么 哇那么厉害 根本不用老师 没有外道 没有外道老师 直接就证得 证得成佛 他没有俘获那个过程 人家就没办法 寻着他的路子去一路修 当然以后的人不需要再去跟外道学 也可以听闻佛 就像藏教的阿罗汉 直接学教法 他不会有问题 当然是没错了 可是 他一定要视线跟外道 外道师学 好让一切众生都知道 跟外道学不究竟 对不对 那如果他自己有能耐 一下就断尽见货 他不会去跟外道学了 所以他非得要留下这个 在做菩提树 要最后那个三七二十一天 开悟正成佛果之前 他不能把见货断尽 还要视线有见货 对于外道的种种见解 他有时候还会迷惑 就还要听闻接受 试着去修 他要视线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所谓的留货论神 那我们要不要这样干 我刚刚讲不要落生死边 也不要落涅槃边 我们永远在人间当中 你看 这个呢 像藏传佛教 他们所提倡的再来人 就有这个味道 那我们汉传佛教 也有这个味道 比如说 我最爱讲的那个归山禅师 人家问他 你今天开悟了 你老人家要到哪个佛国去修行 他说我到三下做牛 有没有 他说我到三下做牛 我里勒 怎么会去三下做牛 你们看的是牛是牛 我看的牛就是菩萨 所以我做牛OK 你们做牛不OK 这就是你看留货论神 他要是圣人怎么会投牛胎 人胎都不投来牛胎 对吧 但是他就是敢 他就是敢 大修行人就是敢 咱们不要 那怎么办 我们也留货润身 我们怎么留法 我们留到极乐世界回来再用 我们去极乐世界也是有货的 是不是 我们只对欧弥陀佛有信愿行 净土法门有信愿行 我们不是开悟 那不就服货了吗 我们不敢服 我们是留了货 有时候又讲成留货 但这里的不是服货一定的 那留货也不对 理论讲我们这叫做带货 带着货 带 带着 带着疑货 带着无名 可是呢 带货求生 求生极乐 为了是什么呢 为了回入娑婆 大做佛事 那个时候就论身 那个就是论身 这样懂吗 是这样 那时候的身心状态是怎么样 我们那个时候稍后再来谈 我们未来有因缘再来谈 不在我们教法之内 你会问说 那回入娑婆到底我那个货是怎么样 你一定能回入娑婆的 一定留货着 那就是所谓的留货论身 有时候这样讲 留货 所以福有时候也解释成留 那去极乐世界再来 特别要讲成留那个字 因为你是留着一点尾巴 好像做什么 做擀面粉 一定要把昨天的那团面粉留一些 当做什么 酵母的那个发酵资本 对不对 有点这种意思 我把留一些出来 留货 好 那么这是留货认身 是这个意思 那么瓜胡说 为此教菩萨 此教就是藏教 藏教 为此教 虽以离见诗之祸 而未欲化度众生故 那么福祸不断 而适同三界生死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虽以离这个祸 以离的意思还没有断 就是他能够离 离那个 离也就在逻辑思考 用心去思考 当中他能够知道 那个是错的 叫做离 但未断 离跟断 在这里头 有点小差别 离就是要 不是任运的 就是整个断境 你的习性中都还有 将来投胎还是 顺着你的习性去投胎 顺着你见诗 的祸而去投胎 断就没有了 断就断尽 没有动力 离也就是 在见解上 在做意的思维当中 你可以一定程度的不迷惑 可是呢 还不是究竟的 自自然然的 不迷惑 还不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 但是他为 那为什么 他 然后他 为什么他能这样呢 他是因为要 度化众生 所以 扶住那个祸 扶祸就是离祸的意思 懂吗 还会起来 但是我扶得住 男女见 我还是有分别 但我扶得住 我不会下山买菜 看了男女像 我就起颠倒 我不至于 这当然是简单的比喻 我相信在座诸位都不至于 那 我说这是个比喻 就是他扶得住 但还没有断 这叫做离祸 而不是断祸 那么所以他似同凡夫在三界中 还会有投胎的形象 所以佛不就这样吗 不然他怎么能来呢 对不对 这叫扶祸认身 好 我们先上到这里 向下闻常 复以来日闻回向 众生无边许愿度 烦恼无尽许愿断 法门无量许愿学 佛道无上是愿成 自归于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把我上心 自归于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长 智慧如海 自归于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进度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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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